新麻將來找 而且侯友宜還為我們包了一個場 是不是到現台的困窮當中 不會不會 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麼好看的電影 他包一場就是偏小 偏小嗎 被媽媽罵得還不夠 沒有開玩笑 很感動就是他不願意包場 這樣子 因為以往他說他常常包場 但是他並沒有時間去看 然後如果他昨天 他在我耳邊說 你放心 這完全都看到了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 真的是很聽我 他看完之後 有沒有跟你這樣講 幫加油打氣嗎 他其實在我得獎的時候 就一定跟我加油打氣 所以就很謝謝他 那這一次突破四千萬 有沒有什麼話要對支持的人再次說 因為這個電影是我人生演過 最賣錯的一部電影 然後我真的希望這麼好的電影 其實因為很多看這電影的人 不是看一次是看二刷三刷 甚至我聽過是五刷的 所以這電影是有後進的電影 那真的希望這個 不管現在也這個時候 也希望大家才繼續把這電影發酵下去 對因為其實很多人有時候 也許首刷的時候是一個人來看的 突然覺得可以跟同學朋友一起來看 所以二刷三刷都有可能 那我們問一下 市民帥在這部電影當中 其實有相當突破喔 不過以往可能暖男類型的演出 有沒有擔心在這麼高跳房的電影當中 演這樣的角色 以後會接到很多類型 這樣子都比較類似反派演的角色 不敢這樣套人 我覺得這不是 迷人的反派角色 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演員就是應該要更多挑戰 或一直在演同樣的角色 那才危險 快點沒工作 那所以在這一部電影當中呢 除了說有這樣子一個比較 迷人的反派角色的呈現以外呢 對於破四千萬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樣的感想 任何次說 我覺得電影就是四千萬就是代表 來看我們電影的已經有這麼多了 然後我就希望說 就是台上還有更多的人還沒看這個電影 然後就是大家都可以進來看 這樣就是 就是幾千萬對我來講就沒有概念 因為那個前年不會到我手頭 我非常現實的問題 但是希望是很多人可以看這個電影 因為這麼好的電影 就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來看這樣 其實演員的本分就是把戲演好 那其他部分交給專業的行銷團 就一起把電影拿來 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接下來問一下劉冠婷 接下來你看 之前拿到金鐘又拿到金馬 然後印了票房非常好的 雞肋聯賽的電影 對於這一部呢 又再度被大家給注意到 有不一樣的劉冠婷 有什麼想法嗎 我覺得很感謝大家 願意找我嘗試不一樣的角色 所以非常感謝他們 那接下來會想要嘗試 什麼樣類型的角色 幾乎每一部電影 都是不一樣的劉冠婷 就是有想說趁我還可以 大家要活動的時候 拍一些比較補打的東西 喔 對 補打是可以喔 對 不然讓豆哥這樣子 一個飛踢這樣 有點濕 對 太激烈了 對啊 因為其實你看之前的角色 好像反正多都是比較偏 弱弱類型 對 比較少啊那個之前陽光補照的時候 是比較兇的一點點 對 但你要真的想拳腳功夫 也許之後阿雅導演 有沒有可能 弄一部片真的是 讓他可以施展一下拳腳功夫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 有機會嗎 有機會有這個想法嗎 你覺得他適合做這樣子嗎 工夫片的類型 什麼 動作 欸是不是我們前面後面再訪問 就是我們想 等一下泡那個 三個對答 對啊 有沒有可能幫他們寫一部 工夫片拉馬 然後對答一下 拳腳功夫 就要等刀哥投資個五千萬 非常好 非常好 我都給你賺錢 全部都套給了 好 那接下來 為了這個藝人活的工夫 希望大家都來看我們的電影 對啊 其實最實在可以支持 我們國片的方式就是進戲院 然後把口碑穿出去 那最後一位就是我們的女神 潘慧如 謝謝 在劇中呢是女神的 我不方便透露呢 到底有什麼樣的戲分 但是有非常大尺度的演出 有沒有想到說 哇 一露進來就是在這樣子一個 高票房的電影當中露出 當然很開心 而且我們的票房 先過四千萬 真的是一不一腳印 就是每個都是觀眾買票進來看的 那非常不容易 那我相信一定還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現在只是請 喔同學發展死單 都還沒有進來看 所以我希望就是 還沒有請戲院的同學 都可以一起進來看的女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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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